后体切碎灵兽 就连我的灵魂也要出卖了 问题不至于那么严重啊 我说表弟 你也得体谅一下我们当差的苦衷啊 这样做也是为了向上面敷衍交差 如果有人说我暗中勾结共产党 我张某也无所顾忌了 看来你们是枉费心机了 即便我能答应你们的条件 你想想 留下来的只是一具丧失了人格的僵尸 对于你们又有什么用呢 副队长有情况 封大姐 你看 立正 向右转 投走 过来过来 外外外 把机枪撤掉 撤掉 快点 战长先生 今天又有何贵干呢 毕人荣幸的通知周先生 接上级命令 跪进车队明早即可通过同关检查站 哦 这么说来 有劳战长先生咯 周先生 李书记约您续谈 何卓言 恭呼您小聚 哦对了 我们张司令 恭呼您周先生大驾光临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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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是让他们放行 如今他们同意放行了 我们又不走 就是了 这不是馋头吧 这年头到哪没危险呢 大伙齐心合力就不怕他了 今天所有的这些变化 我认为一定是咱们的州副主席 在重庆跟国民党交涉成功了 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千万不能错过 根据大多数同志的意见 支部决定今天收拾行李明天一早准备出发 周冰同志 今天还有联台好戏正等着你呢 单刀副会唱过了 那么让我们再唱一出蛇战群儒吧 来来来来 大家注意了全体聚合 集合快点 快点 快点 接着 快点 好好时 快点 ird声 快点 快点 Ed 温28 快点 如 放胀 快点 这回你总可以了解我的为人了吧 我祝贺你达到了目的 这有什么祝贺的 你们本来就应该放行吗 老弟 你也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 我决定放你走 那可是要承担风险的 不过你们就放心走好了 一切风险 都由我来承担 大头领 这我倒不明白了 既然有如此风险 为什么还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暴打 暴打吗 我说了要暴打就一定要暴打 君子一言计出四马难追 当然 我这样决定也还是有别的原因嘛 我想一个人做事情总不能把什么都做得太绝了 人情 留一线嘛 你说的这些倒是我有点感动了 不过 我倒要请教 你留的那一线人情 要来干什么用呢 请 请 请 老弟 我向来很羡慕你们延安的名气 我倒想亲眼看一看你们的那个社会 你能不能给我搭搭桥啊 从这里到延安不是明摆着这一条阳关大道吗 这还用得着谁来替你搭桥吗 言之有理 言之有理 言之有理啊 来来尝尝地方风味 我们国民党那帮政客 那帮党棍 那帮党棍 那些带兵的人 他们灵魂堕落了 共产党还没有胜利 他们就看准共产党一定要胜利了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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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 哪有什么人格可言啊 这种人 该杀 该杀 杀 杀 臭 呃 干 中文字幕——YK 再过几天我想过江去 在临江门悦雅茶楼 摆几桌酒席 庆贺一下文雄四十大寿的生日 可文雄他无论如何不答应 说是困难时期 搞这些名堂没意思 可国家新王有国家来管吗 干嘛要操这个心呢 我问过三姑娘阿杰 她也不支持我 开口也是国难新王的那一套 真是没办法 等文雄回来 你们帮我好好劝劝他啊 好吧 我们试试 抗战之外呀 根本没有胜利的希望 中国的灭亡 已经成了定局 这场悲剧 十年前我就看出来了 所以我现在把世上的什么事情都不当真 过一天算一天 国家纵使命运不好 我们全家还是好的嘛 并没有任何衰败的现象 可我也没有看到任何发财的迹象啊 如果战争继续拖下去 恐怕我们的家庭也会遭到败落的命运 上帝拯救整个国家 也一定会拯救我们陈家的 战争把我们从好好的广州 赶到这鬼山港来 要什么没什么 虽然 嫂子和大哥天天团聚 三妹和三妹夫成双成对 可我呢 男人离得远远的 大姐和大姐夫也一样 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会面 难道这就是我们家庭的兴旺发达 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怜悯吗 我看到的是国王家破 凶多吉少啊 你说的话 也许有道理 不过恐怕有点过分了吧 这几年四妹的身影总出现在我的眼前 她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个世界 总免不了要发生一场悲剧 于是自己就走上了一条轻生的道路 我可怜的四妹 我没有四妹那么刚强 只是一个年年糊糊 托托塌塌的人 可我只能等待悲剧的降临 阿弟 你必须祈求上帝 在这个时候 只有上帝 才能在你最危险的时候 拯救你的灵魂 上帝 走吧 好了 我们还是过江去 到医卖会买几件东西 捐他一两百块钱的现款 这样你会觉得充实些 生活就有意义了 太太 太太 阿炳来了 快快 阿炳 阿炳 你可来了 姐姐 阿炳 来了 阿炳啊 你来了 来来来 快坐坐 好 阿炳 怎么样 过得好吗 好 快说说 鸡针鸡文怎么样了 喝茶 是胖了还是瘦了 你快说呀 阿炳 你们别急吧 让我慢慢说 你喝点水再说吧 阿炳 快说 来来来来 给妈妈靠近一点 对 好 对 靠近一点 别太严肃了 我俩 你的嘴接得像小猪一样 来来来 注意注意注意 好 注意 注意啊 一二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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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三妹 你这样相信团结 相信国共合作 团结一起抗战 甚至比大姐夫 二妹夫 和大头李明奎 这般当官的信仰 更加虔诚啊 我常常想 我的三妹 跟共产党员也差不了太远了 大哥 我这个合作迷 比起你这个冒险迷 可是小巫见大巫了 不错 我确实是个冒险迷 可你想想 大姐夫二妹夫 还有那个没品行的大头李明奎 哪个又不是在冒险呢 人要干一番事业 不冒险根本不行 不过 我这个险可是冒得稳稳当当的 现在我可以不妨说 我可是屡险如遗了 不错 大哥的冒险是稳当的 你搞你的阶级斗争 你打你的仗 什么时候少得了黄金钞票啊 你 快走吧 我真不明白 大姐夫他们都身居要职 在这抗战的紧急关头 应该大有作为才是 我想周炳大概是不会撒谎的吧 他们既不老 事业上又没有失败 为什么会这样退堂呢 是啊 如果周炳没有撒谎的话 那么这班人的的确确是萎靡不振了 难道他们对自己的事业失去信心了吗 可我对我的事业倒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事实上我一往之前 从来没有时间去考虑信心的问题 哎大哥我跟你可不一样 我整天考虑自己的信心问题 尽管我的种子改良试验至今尚未成功 不过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在这一点上 我的精神可是一点不颓唐啊 这就对了 哎我的小鸽子 你看三妹夫的话 不是又从另一个侧面 证明一个真理吗 这个社会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阶级 可在周炳看来呢 这个社会不仅存在阶级 而且同一个阶级的人 都是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然而事实如何呢 我们这个阶级 大姐夫这班人如此萎靡不振 可我与明天依然精神焕发呀 爸爸妈妈快来 快来 好就来就来 快点 好走 啊 啊 是 啊 我是 一 我肯定會跟現在不一樣了 他也就會變成我們一樣的資產階級了 三妹,你主張勞資合作 我雖然主張沒有階級 但總還有勞方和資方的區別 如果能把這兩個方面的界線逐步清除掉 讓雙方合作起來 那麼共產黨就再也沒有什麼藉口了 我的董事長,看來你並不反對我這個合作迷嘛 大哥,你再給我增撥一筆資金 只要一兩萬塊錢就夠了 這樣我們中華紡織廠馬上就可以開工 這一點點資金算不了什麼 為了支持你們的合作事業 賠點錢又算得了什麼呢 我再發到香港去的電報裡 再增加一個數字就夠你們賠的了 大哥,這麼說你同意了 嗯,這個嘛 回去我們再具體策劃一下吧 嗯,好 走 上了 哎,你們快點上來呀 來嘍 哎,你們快點上來呀 哎,你們快點上來呀 太累死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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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們,快點兒 快跑,快跑 快點兒 快點兒 哎呀,快上他們 快 快跑 哎呀,過來了 哎呀,過來了 快點兒 你們看 今天我才懂得賢字的奧妙 怪不得古人 把這個賢詩說的那樣的高度的享受啊 啊 大哥 我看你今天倒不是什麼賢詩 啊 而是情都一中 勇哥之不足 不如手之虎之足之倒之也 哈哈哈哈 目前,世界上的大事 最使我高興的就是這件事了 你們想想看 珍珠港事變 使美國人輸了頭注 羅斯福總統怎肯善罵甘休 哎,等著吧 這下子 日本 算是完了 不出一個星期 美國軍隊 馬上就會看到中國來 將日本人撵走 這樣一來 美國人就會在中國留下來了 到那時候 我們陳家 可就要發大財咯 美國人留不留 這跟我們陳家有什麼關係 啊 這個道理 慢慢你就會明白的 哎 哎,明天 你們都是有理想的人 這一點我十分贊成 不幸的是 你們的理想跟現實距離的太遠了 這樣你們的理想就往往變成一種空想 不是我自己不現實 而是國民黨太腐敗了 國民黨腐敗也是一種現實嗎 嗯 好了 別老談這些傷腦筋的事兒了 哎,你們看 孩子們都跑到頂上去了 咱們快走吧 好好好,走吧,走吧 走吧 哎,怎麼沒有請阿炳啊 你就是請他來 他也未必來呀 他們共產黨 八路軍 可不興這一套 親愛的 這你就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了 阿炳是我的政敵 這沒錯 如果是別的事情 他可能不來 這可是生日酒 他一定會來的 你相信嗎 呵呵 八路軍最尊重人民群眾的風俗習慣了 他們之所以深得人心 跟這一點有很大的關係的 話雖然是如此 可阿炳生性憨直 只怕一時說出不好聽的話來 惹得你生日不愉快 何苦呢 不礙事兒 沒關係 我就是要聽聽真話 摸摸虛實 看看共產黨的鋒芒 究竟是指向什麼地方 你們郎舅倆 一見面就爭吵不休 這有什麼好處呢 放心吧親愛的 這一回我不需要他放棄階級鬥爭論 我只想在我們倆人之間 再增加一點感情 希望他今後每當要用階級論 對什麼事情下判斷的時候 能夠想起和我這樣一個大資本家 還保留那麼一點點感情 這就夠了 好了 就這樣定了 親愛的 你先去休息吧 我給阿炳寫封信